第3181章天下轰动 三项大比的时候 瑜伽输给天神殿西陵矿卖 就在上个月 西陵矿卖正式交接 最近今日 西陵矿卖不断坍塌 导致大批矿工死去 这件事情引起天神殿高层注意 决定派白虎店主前去查看 因为前几日派去的普通长老 再也没有回来 店主怀疑有人暗中搞鬼 竟敢斩杀天神殿外门长老 是 白虎店主点了点头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 学医店主决定两日后动身 归原教那边盛会还需要几日 神君静飞行几日时间 便能抵达归原教 到时候跟萧爵会合便是 柳无邪这两日一直在默默修炼 距离转神境越来越近 突破也就这段时间的事情 萧爵长老每天都会跟桃渊叙旧 偶尔也会指点一番柳无邪修为 无邪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萧爵性冲冲地跑到柳无邪的屋子 告诉他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萧长老请说 柳无邪连忙从床上跳下来 一脸激动地问道 宗门并没有将玄阳经提纯之法卖掉 你猜猜宗门换来了什么利益 萧爵长老坐下来后 萧盈盈地看着柳无邪 没有卖掉 柳无邪面露疑惑之色 他告诉师父了 三日之内将提纯之法卖掉 你以师父建议将提纯之法 兑换成为你开启风神台的条件 所有超一流宗门都同意了 等你回去 就为你开启风神台 打开风神之路 萧爵没有隐瞒 如实说道 话音一落 柳无邪身体一正 没想到师父为自己做这么多 宗门牺牲这么大的利益来成全自己 让柳无邪对天神殿的归属感越来越强 替我感谢店主 柳无邪没有店主联系方式 只能通过萧爵来传递自己的感激之情 你也不用有心理负担 这提纯之法 本就是你发现的 宗门这么做 谁也说不出什么 萧爵已经替他谢过店主了 过来只是通知柳无邪一声 柳无邪点了点头 没想到杨子跟无意中的挑衅 竟然成全了自己 半年后雷火圣界开启 如能开启之前 打开封神之路 那柳无邪的命运将更加平坦 不能打开封神之路 无法踏足中天狱 两年之后 依旧是死路一条 明日就要前往归圆教大殿 贡商修复至宝盛会 近日你早些休息 明日一早我们就出发 萧爵说完站起来 朝门外走去 让柳无邪养精蓄锐 跟其他人不同 那些长者带着晚辈过来是增加见识 小辈是随同 柳无邪则恰恰相反 萧爵是陪同柳无邪一起前来 他才是受邀者 萧爵离开后 柳无邪回到床上 继续盘膝打坐修炼 修炼如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这些年从未耽误 一晚时分 整个归圆教 都在忙碌当中 明日就要开启盛会 他们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 此刻朔月成各大分舵 则传来了一阵阵怒吼声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这个柳无邪竟然耍炸 故意多放了两种药材 我们才一次次提纯失败 拿到提纯之法后 各大宗门分舵长老 回到各自分舵 迫不及待拿出提纯之法 打开后才发现 只是少了两位药材而已 其他步骤 没有任何变化 最恼怒的还是风神阁 他们千算万算 却没算到 柳无邪耍得他们团团转 白阳书院还有玲珑书院的高层 则是苦笑不已 这几日所有超一流宗门高层 耗尽了脑汁 如何才能搞到提纯之法 甚至跟南宫瑶基签订了请神卷 现在回想起来 还真是可笑至极 如此之多刀手 竟被柳无邪玩弄于鼓掌之间 当远在亿万里之外的归圆教 收到消息后 同样是气愤不已 最震惊的自然 还是陆长老跟于长老 当时他们就在现场 都没有看清楚柳无邪 这一手遗花间目 如果他们看清楚 柳无邪调换了药材 也不至于发生后来的一幕 归圆教义站处 传来各种撕心裂肺的吼叫声 最恼怒的还是杨子根 这一切 居然是他的功劳 想到自己成全了柳无邪 恨不能将柳无邪碎尸万段 父亲 快杀了柳无邪 我要疯了 杨子根找到了父亲 这两日快要疯了 被迫下跪 又成全了柳无邪 那种抓心脑肝的痛苦 让他恨不能立即死去 一掌扇飞了红雁 让红宁下步来台 让女儿先回到自己身边 给杨子根一段时间冷静冷静 因为柳无邪的提纯之法 让整个下三玉 进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不眠之夜 他活不久的 杨巅峰眼眸阴冷 刺骨的寒气 弥漫整个院子 自己儿子再不寄 也轮不到柳无邪来教训 我现在就要杀了他 杨子根是出了名的牙字被爆 就因为别人骂他十几岁还在喝奶 就一夜之间屠戮一个三流家族 说完杨子根就要冲出去 站住 杨巅峰立刻一声 杨子根只好站住身体 明日就要参加盛会 你最好给我老实一点 一切等结束盛会后再说 杨巅峰虽然宠溺自己的儿子 但也不能任由他胡来 此刻朔月城 大批商对抵达 此刻天神殿忙得不可开交 南宫尧基之所以派血液店主一人前往 因为这段时间天神殿会非常地忙碌 青龙殿主跟玄武殿主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三天时间 我们尽一切力量 将下三遇的玄阳经都收购过来了 这些商对 竟然是清一色神军镜 朝迎接他们的青龙殿主小声说道 收到柳无邪消息的那一刻 南宫尧基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为等宫远他们上门 就派宗门长老出去 大量收购玄阳经 那时候提纯之法还没完全传开 除了那些顶级大宗门收到消息 大部分宗门并不知道 玄阳经里面的英灵之气无法提纯 那些二流家族 二流宗门 以及市面上囤积了许多货物 这些货物常年卖不出去 天神殿前来收取 将积压多年的库存 一夜之间 全部卖光 就在他们将库存卖出去没多久 天狱就报出 有人破解了玄阳经提纯之法 这三天时间 每天都有商队源源不断地涌向天神殿 直到第三天夜晚 最后一批商队赶回 也是最大的一批商队 运回来足足几十兆的玄阳经 三日前南宫尧基收到柳无邪消息的那一刻 通过密令 将宗门九城的长老都派出去了 别看他是一介女流 但论魄力 放眼下三欲 没有几个人能超越他 等到其他宗门反应过来的时候 下三欲的玄阳经 早已被天神殿搜刮一空 就算他们拿到了提纯之法 巧妇也难做五米之吹 仅停宗门残存的那些玄阳经 都不够自己使用的 怎么可能投放到市场上去 这一页 注定是疯狂的 这一页 注定是改写历史的一页 下三欲的命运齿轮 竟然因为一个小小的虚神境 突然改变了轨迹 如果说柳无邪耍了 他们还能接受 毕竟再给他们一段时间 也无法破解提纯之法 但天神殿将下三欲 所有玄阳经采购一空 让各大宗门终于忍不住了 前来天神殿讨要说法 南宫尧基这一次十分强硬 对外宣称 当时他并没有打算 将玄阳经提纯之法拿出来 天神殿留作自己使用 所以提前一步 就收购了玄阳经 并没有违及大家的利益 后来他们联合一起上天神殿 让他交出提纯之法 无奈之下 自己才答应他们的要求 但收购计划在他们上门之前 就已经颁发出去 从时间上来看 天神殿确实没做错什么 所以天神殿合错之友 如果他们不上门讨要 也不会发生后来的事情 明知道南宫尧基在强词夺理 却没有任何办法反驳 正如白虎店主所说 一个愿打 一个愿矮 没有几个月时间 市面上很难出现新的悬崖经 也就是说 这几个月悬崖经市场 几乎被天神殿霸占 风神哥努力这么久 不惜答应天神殿的要求 其目的就是遏制天神殿发展 结果倒好 还是其差一招 得知消息的那一刻 风神哥上下震怒 尤其是尚明轩 气得将自己洞府全部砸了 在南宫尧基的运作之下 依旧掌控了悬崖经市场 还用提纯之法 换来替柳无邪开启风神台的机会 无论是智谋 手段 堪称一流 柳无邪收到消息的那一刻 也是一脸错愕 他将提纯之法传给师傅 只是希望替宗门多赚取一些资源 却没想到 店主的手段太高明了 换做是自己 都做不到这一点 果然验证了那句话 将还是老的辣 一日凌晨 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 贵员教邀请天下御灵大师 供商修复至宝大计 第二件事 天神殿提纯度悬崖经 正式投放市场 一夜时间 大批完好的悬崖经 运往各处 整个天神殿全部动起来 各大分舵全力运作 仅仅一个清晨 订单如同雪花一般 从四面八方传到天神殿 柳无邪换上崭新的圣子服 从屋子里面走出来 萧绝已经等候多时 昨晚他一夜未眠 天狱发生的各种事情 让他必须要重新审视一下柳无邪 柳无邪的出现 让天神殿这几个月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凝聚力提升了 资源收入提升了 整体实力提升了 长老为何要这样看着我 见萧绝一直盯着自己看 柳无邪不好意思地问道 第3182张贡商大计 一直被萧绝长老盯着 柳无邪怪不好意思地问道 没什么 时间不早了 我们出发 萧绝收回目光 下三玉沉寂太久了 柳无邪如同一颗石子 成功搅混了天玉这潭死水 短短一天时间 柳无邪的大名 彻底响彻下三玉 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之前许多小宗门 从未听过柳无邪的大名 随着悬扬金不断流入市场 柳无邪的名字 也越来越被人熟知 跟着萧绝长老 朝归原教大殿走去 刚下山峰没多久 就有弟子前来迎接 两位请跟我来 今日的归原教 焕然一新 连门下弟子 都换上了新的服饰 跟在这名弟子身后 两人穿过重重殿雨 以及院落 平时的时候 外人不得踏足此地 非常实 行非常事 如今归原教阵 教至宝受损 就在大殿之中 需请天下众多高手 供商修复计划 修复者 奖励一条神脉 丙及神君级别 单要一枚 其他奖励不在少数 这也是吸引众多玉灵师 前来的原因 谁能修复 意味着就能获得这些奖励 从此衣食无忧 起初的时候 柳无邪只想过来见识一下 抵达乱海之后 太荒世界一直蠢蠢欲动 似乎感受到神脉的气息 太荒世界等级越来越高 尤其是炼化了玄品之门 达到更高级别 普通的仙脉 王脉 已经远远无法满足 太荒世界的需求 其次就是太阴幽营 每天上蹿下跳 对神脉的渴望 甚至还太慌世界之上 又晓得太阴幽营 没什么攻击力 一旦成长起来 那就很恐怖了 一炷香左右时间 终于抵达归原教大殿 为了今日盛会 归原教在原有的基础上 又扩建了不少 整个大殿金碧辉煌 里面建造的十分华丽 各种珍珠玛瑙镶嵌其中 地面上铺满着柔软的毯子 踩在上面 十分舒服 一些女弟子 充当侍女 为远道而来的这些客人 端茶地水 送上精美的点心以及果实 此刻大殿已经人声鼎沸 住在驿站的那些御灵师级客人 已经先行一步赶到 因为前来的人数太多 那些前来观摩的客人 只能安排在大殿外围 真正被邀请的 只有几百人而已 但今日 来了足足小万人 大殿足够大 里面十分的空旷 容纳个几千人 完全没问题 请前辈出示邀请拜帖 萧绝跟柳无邪刚踏入大殿 就有一名归原教圣子走过来 朝萧绝恭敬地举了义工 收到拜帖的那些御灵大师 则要单独前往大殿一处 随行之人 只能坐在一旁观看 不得参与 这次前来的都是当今顶级御灵大师 萧绝年纪够大 修为够强 归原教这名弟子误认为他是被邀请者了 他才是被邀请者 萧绝指了指身边的柳无邪 将他往前推了一步 接待他们的圣子脸色为变 连忙转过身子 看向一旁的柳无邪 想必这位就是柳无邪柳公子了吧 这名圣子看到柳无邪的那一刻 好像似曾相识 很快想起来 这几日宗门闹得沸沸扬扬 好像都是因为一个叫柳无邪的人 期间见过柳无邪的画像 记得不是很清楚 见到真人之后 立即想起来 见过师兄 柳无邪还是很客气地回礼 是我的错 师弟不要怪罪 请跟我来 前辈请到一旁休息 那边有师妹会安排长老休息的位置 归原教这名圣子非常的谦卑 丝毫没有因为柳无邪修为低下 而有一丝懈怠 相反十分的客气 柳无邪最近可是炙手可热的人 几乎整个天狱都在议论他 去吧 萧觉点了点头 师兄请带路 柳无邪示意他可以带自己过去了 这名圣子带着柳无邪 穿过偌大的大殿 朝最深处走去 萧觉跟随一名女弟子 走到大殿一侧 很快安排好了座椅 奇怪的是 居然坐在严非姓旁边 严非姓是陪师父来的 他师父是御灵大师 他对御灵术没什么兴趣 是老头拉着他一起过来凑热闹 见过萧觉长老 见到萧觉 严非姓立即站起来 朝萧觉长老行礼 无必客气 经历那晚的一番话 萧觉对魔教的看法 发生了一些改变 非常客气地回到 众人陆陆续续坐下 大殿外围已经聚集小万人了 各大宗门都派人前来观摩 尤其是附近一些宗门 更是来了很多长老 那不是柳无邪吗 柳无邪刚步入到中间区域 四周就传来各种议论声 好俊俏的人儿 一些年轻貌美的女子 见到柳无邪后 发出咯咯咯的笑声 但更多是嫉妒跟仇恨的眼神 要不是因为柳无邪 他们也不会被耍得团团转 只有虚神静 在场九成九的修士 都听过柳无邪的大名 但他的修为 却很少有人提及 当看到柳无邪修为的那一刻 无数人惊呆了 他们意想不到 能掀起天域风云的 居然出自虚神静之手 你们快看 柳无邪穿着的可是天神殿圣子服饰 柳无邪今天特意换了圣子服饰 非常的显眼 果然 此话一出 四周一片哗然 天神殿风了嘛 虚神静静也能成为圣子 无数人流露出不解的神情 包括归原教高层 也是一脸疑惑之色 他们邀请柳无邪 是因为柳无邪三项大笔表现优异 倒不指望柳无邪能修复至宝 只要叫得出名号的御灵大师 都被归原教邀请过来了 也不差柳无邪一人 估计天神殿没什么好苗子了吧 才将柳无邪破格晋升到圣子 真是一笑大方啊 各种冷嘲声 从四面八方此起彼伏 显然对柳无邪圣子身份 持有怀疑态度 只有风神静高层 脸上流露出凝重之色 风神静跟天神殿争斗几十万年了 对彼此什么手段 心知肚明 南宫瑶姬虽然是女流之辈 但心性跟魄力 要比一般的男人还要坚决 风神静隐约猜到 柳无邪为何晋升到圣子了 柳无邪滚出这里吧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前来的风神静几名弟子 从外围大和一生 他们没有资格进入大殿 只能远远地叫嚣 其他宗门一些弟子 跟着一起附和 柳无邪表现得越优秀 反而衬托得他们越愚蠢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羞辱柳无邪 坐在不远处的杨子根 双拳紧握 恐怖的杀意 弥漫而出 这次受邀的是他父亲 他没有资格参加 只能远远地坐着 经过一段时间调解 红艳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这次杨子根收敛了很多 穿过大殿后 来到一片区域 这片区域 端坐的都是下三玉顶级玉灵大师 人还未到 几道凌厉阴毒的眼神 只逼柳无邪而来 但也有几道眼神比较温和 柳无邪简单扫了一眼 在场一百多名玉灵大师 尽收眼底 当看到曹蒙还有贺雄的时候 柳无邪连忙上前 给两位前辈行礼 三项大比的时候 他们对自己照步有加 晚辈拜见两位前辈 一个多月不见 刘小友再次让我们刮目相看 曹蒙很快扶住了柳无邪 让他们之间不用这么客气 说话的是贺雄 一脸唏嘘之色 机缘巧合而已 让两位前辈笑话了 柳无邪发出一声苦笑 老怪头让他尽可能地表现自己 只有这样 才能获得诸天认可 换成他自己的性格 只想逼掉形式 默默修炼即可 今日我们同台献祭 不分晚辈跟长辈 我们都是平等的 就不要如此客气了 曹蒙这时候开口说到 他们都是受邀者 身份地位一样 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御灵师 跟修为 年纪 没任何关系 我来给你引荐一些人 他们都是当今赫赫有名的御灵大师 你认识他们 对你没什么坏处 贺雄拉着柳无邪 朝人群走去 打算带着柳无邪 多认识一些人 柳无邪正有此意 这位是玲珑书院徐时 御灵术不在我们之下 贺雄拉着柳无邪 来到一名中年男子面前 此人年纪不是很大 御灵术天赋极高 见过徐前辈 柳无邪非常客气地朝他施了衣礼 在场一百多名御灵大师 贺雄第一个带着他来拜见徐时 显然这个徐时很不简单 关于柳无邪的一切 贺雄心知肚明 论玉灵术 杨巅峰更加精湛 要是带柳无邪去拜见杨巅峰 那岂不是闹了笑话 早就听闻柳小友大名 今日一见果然不凡 徐时没什么架子 不忘恭维柳无邪一番 接着贺雄又带着他见了几人 这其中有个大宗门顶级玉灵大师 也有一些来自二流家族 虽然他们身份 没有杨巅峰那么显赫 但玉灵术却丝毫不低 柳无邪一一拜见 将他们的名字记在心里 被拜见的这些人 没什么架子 对柳无邪也是很客气 期间拜见了雷火山庄的雷仆 此人稍微有些傲慢 倒也没有为难柳无邪 还有白杨树苑的丰大年 此人是钱中和的师父 见到柳无邪 倒是十分高兴 奇怪的是 曹雄竟然还带他见一个人 这的人十分特殊 见到此人的那一刻 柳无邪目光流露出一丝怪异之色 运动